各位大家好,我是安杰新科技CAE工程师Michael 现在继续为各位介绍HyperMesh指令与操作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是HyperBeam Sections HyperBeam Sections 这个功能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如何在HyperBeam View里面去定义它的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分成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所谓的Standard Section 那这个Standard Section我们是可以从HyperMesh里面有支援的资料库里面 去把一些现成的现有的几何截面把它调出来 当作是这个Beam的Sections 那么当然,把这些基本的形状调出来之后 我们还需要针对那个界面去做一些几何特征参数的调整 来符合我们真正使用的模型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是所谓的Shell Section 那么要创建这个Shell Section的话 我们可以在HyperMesh里面 利用Shell和Solid创建和编辑的工具 或者是我们把几何元素的资讯给读进来 都可以来创建这个Shell Section 那么对于一个Shell Section 它的厚度定义的话 它会根据这个模型所有的Element 所有Shell Element 它的厚度进行平均厚 来当作这个Shell Section 它的厚度 如果是复合材料的话 那么它会把这个复合材料 当作是Homogeneous的材料 Solid Section和Shell Section的形成方式 也是类似的 都是先在HyperMesh里面 先创建或编辑一些几何和元素的截面和形状之后 再读入HyperBeam View里面来 那么这个是Solid Section它的创建方法 那么最后一个Generic Section 这个定义的方式有点特殊 它这个定义的方式是不需要去提供真正的几何造型的 那么只需要去给定它的面积 转动万量 转动万量 重心等等其他的节面参数就可以了 那不过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是没有在HyperMesh里面看出来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功能HyperBeam Sections的介绍 应该得点 似乎 为什么 这是